朋友们大家好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家里的水管造水龙头粗一些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用铁丝去绑 而水管是塑料所制成的 那么铁丝一勒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口 在水压过大的情况下就像水管冲断或者冒到一地上水 这样很麻烦 今天教大家一个用绳子捆绑的方法 非常简单并且捆绑的方式更加牢固 大家看首先我们讲另一侧绳的形成十字交叉 大家看啊 交叉点以后我们讲另一侧绳的从交叉点的下方压回来 压回来的同时咱们讲交叉点的上方提起 讲短绳头这样的插入 然后我们双向拉动一锁紧 大家看啊 这样的捆扎方式结实而又牢固 宁舌不开扣 无论是多大的水压也不会将我们的水管冲落或者是冲帽 非常结实 只要双程双向受力 它就会瞬间锁紧